新的暗号系统出来了吗 大帮主请勾募 江湖床门果然没错 出了新暗号 帮主这套暗号 渣渣帮绝对不上 那当然 这可是我们三个 三天三夜美学教材研究出来的 果然高科技浪漫了 弹进去 二当家还是在给女婚呢 家人们表演给帮主勾募 日照相无三指引 李白来到洗手间 飞流直下三千指 李白竟然没带子 妙实在是妙啊 那必须的 否则怎么配得上我们豆浆帮 没带子确实是妙啊 你倒是低级了 竟然帮豆浆帮收啊 不敢不敢 二当家 还好已经到手 撤 嘿嘿嘿嘿 家人们 那两个笨蛋应该走了 哈哈哈哈 真笨 还以为自己 窃取到了我们的最新暗号 哈哈哈哈 这白人是吗 嘿嘿 豆豆 你这都迷魂技666啊 嘿嘿嘿 渣渣帮自从上次卧底行动失败之后 一直想弄到我们豆浆帮的最新暗号 所以我才不想这迷魂阵图 豆豆 让豆浆放在挑战书 十分钟后 萌茶茶亲自来对暗号 赵 宝子们 迎战 常常收到 家家收到 你们收到 豆浆帮渣渣渣帮巅峰对决 渣帮住 豆浆帮功后多时了 呸 王豆豆 废话少说 出刀吧 呵呵 宝子们 上暗号 听好了 制造香炉 三纸燕 柳白来到新手间 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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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暗号创物 啊 怎么可能 哎呀呀就不是黄世郎带着蓝寿子亲自刺探的情报吗 难道有误 怎么可能 二宝家 你告诉他们 你告诉他们什么 被用的东西 我来对 行 飞牛直下三千尺 拉完发现没带纸 暗号又臭 八成是自带套了假情报 想不到纵横江湖四十年的渣渣帮 竟然连这么简单的暗号都对不上 果然渣渣帮都是学渣 王道道 原来你们十五分钟之前 这个表演的暗号是假的 你说什么 你的意思是 你窃听我们 没错 我上午和蓝兽子 真的窃听你们的暗号 就是这样的 原来威名远洋的渣渣帮 竟然还敢窃听这种偷鸡摸搞的事 这群废物 还不给盗帮主陪你道歉 盗帮主 对不起 有多远快多远 别让我们再见到你 跟我们豆浆帮洞 你还差点远了 这里面才是我们真正的暗号 你们猜 新暗号是什么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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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